读基督的圣诞故事 你会说 很有意思 我想大家都从每次圣诞节的时候 你知道圣诞节的时候是那个驻唐牧师 比较紧张的时候 尤其是驻唐牧师 我就说严牧师 因为每一次圣诞节呢 常常都是牧师自己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圣诞节是每年都有的 然后呢牧师每年都要准备圣诞的信息 所以通常圣诞节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些教会就会请外来的讲员 那感谢圣诞牧师信任我 然后在这一次来 请我来讲这个圣诞的故事 那因为经常讲圣诞故事 所以呢很多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通常我们所读到的圣诞故事 是从马太福音 谈到这个天使的显现 然后有路加福音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约翰福音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 为什么叫耶稣的圣诞故事呢 也就是说我想说 如果是主耶稣来告诉我们 他降生的理由 或者他降生的这个故事的话 他会怎么跟我们讲 所以我称他为Christmas story according to Jesus 耶稣基督会怎么告诉我们 陈述圣诞的故事 他不一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马太 路加 约翰 都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 都从一个角度来说 是耶稣自己告诉我们 但是他亲自告诉我们 会是 他会用哪一段圣经的经文 那我们知道说 如果 在过去的这 将近七年了 我一直在七家来 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会注意到 我非常看重的就是 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 就已经显明 他是什么 将要来的那一位 所以耶稣虽然没有 在旧约 我们知道说 虽然没有耶稣是道成肉身 的时候 是在圣诞的时候 但是之前 整个旧约都指向他自己 所以我今天用的经文 是出于诗篇四十篇 你说这不是写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吗 是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 五到九节 实际上也是 引用了诗篇的第四十篇 所以这一个经文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耶稣基督会借着 他在诗篇四十篇的经文 来告诉我们 他的圣诞故事 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偶然 为什么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讲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引用诗篇 第二十二篇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主 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中 充满着 只向耶稣基督的预言 也充满着 耶稣基督自己 在旧约的时候 就借着大卫所写的诗篇 来显明他所要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称他为 Christ in the Psalms 首先 那你说 跟我们刚才读的 这个以赛亚书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所以我一会会讲到 我们现在 我先读一下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 第五到第九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圣诞 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番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是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番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们就从这段经文 来思考 这个四个角度 那他引用的是诗篇四十篇 我来读一下 诗篇四十篇 诗篇四十篇 是这样说 他说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喜悦的 你开动了我的耳 番祭和赎罪祭 也不是你所要的 那是我说 看啊 我来了 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事 我的神啊 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 你的律法 藏在我心里 我要在大会中 传扬公义的福音 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没有把你的公义 隐藏在心里 我已经述说了 你的信实和救恩 在大会中 我没有隐瞒 你的慈爱和诚识 这是大卫所写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话语 就在大卫的诗歌中 来向我们成名 因为这句话 也是基督 借着大卫所说的 所以今天我会从四个角度 来分析这段经文 圣诞的真意 The Christmas The Christ in the Christmas 第一个 基督的死亡 在这段经文中间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来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Christmas 第二个 我们来看到 耶稣基督的暑假 也就是 The person of Jesus of Christ 基督的 所附上的暑假 第三个 我们会看到说 基督的喜乐 The pleasure of Christmas The joy of Christ 第四个 我们会看 基督的同在 The presence The power of Christ 我们会从这四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借着旧约整本的旧约圣经 不断地预备你儿子的来到 求主你今天借着旧约圣经的这一段 基督所发出的预言 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深深地思考圣诞的内涵 也深深地经历圣灵的同在 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将这个好消息 就是主你儿子降生的大好消息 传于万民 求主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经历主你丰盛话语的供应 和圣灵同在的能力 这样祷告不配 侍奉耶稣 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首先在刚才的这个经文的 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 引用的诗篇 四十篇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是为了死而来的 他来到世上 圣诞是有目的的 耶稣来到 大家说我为什么开始读那个经文 就是以赛亚书 好像那个是复活节才会读的 以赛亚书 因为他来 他的目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你可以说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 他做了许多的事情 都是人所做不到的 他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是充满着权柄 是法利赛人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所有人都做不了的 也就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他是为了死 他是什么死呢 是一种献祭的死亡 所以在这个西伯来书第十章 也是诗篇四十篇的经文中间 他就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所不愿意的 你曾预备了 给我预备了身体 也就是说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他是取了人的身体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借着十字架拯救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 使徒保罗有时候会缩写 他就说什么 我不传别的 我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假福音 或者是次等的福音的时候 他们传扬的是很多是道德的好建议 他们很多是传扬社会公义 这些本身并不是坏的 但是这些并不是教会存养的最主要的目的 教会之所以在地上存在 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人 那教会为什么会陷入一种偏差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人性中间都会想说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讨神的喜悦 这个本身并不是坏的 但是救恩是什么 救恩是你做什么都做不到 都不能拯救你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 当Christmas来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Christmas当基督来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人无论靠自己做什么 都无法配得拯救 基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 死亡付上了最该有的代价 他才人才有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救恩 所以他来是为了死亡而生 这是基督只有他能成就的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去读以赛亚五十三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说 以赛亚五十三章强调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不仅仅是以色列人 是整个人类 整个人类都已经什么 偏行几路 所以当这里提到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 他谈到这个仆人是一个卑微的 是一个闭口不谈的 不会去诅咒别人的 这样的仆人 你知道犹太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说 这段经文指的是我们以色列人受苦 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 他不是默薄无声的 这段经文强调的 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所带来的 是将是担当人的罪孽 所有的犹太人 不论他经历了怎样的大屠杀的苦难 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都不能够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孽 他们不能靠自己的异行拯救自己 而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受苦的仆人 所要做的就是死亡 他就是那一个受苦的仆人 那同样耶稣的名字 就已经告诉我们他来的目的 我们知道 大家知道我的英文名叫David 你知不知道背后的故事 我中文实际上叫原委 对吧 所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就是Way 可是David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给自己起的 如果我会给自己起的话 你只要很多人去起血印 Way就会Way 比如说 那我可以取名字叫Way 但实际上不是的 这乃是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 给每一个学生上英文课的时候 就给我们一个英文名字叫David 可是你知道我当时根本不知道David的意思 直到我到美国 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才知道David背后是一个非常荣耀的 以色列的旧约的君王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名字 就一直保留下来 还有一个也是很奇妙的 就是因为我是家中的老大 所以我妈经常教我大伟 所以大伟大卫 所以有了变成David 所以这个名字中间 又喜欢这个名字 又更好又是第一个老师给我的 所以加在一起 我就说我是David 那在这个 我跟Janet结婚的时候 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要出生之前 我们就去找给孩子起一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 对吧 在那个时候 正好教会的那个时候 有一位老牧师 他的女婿是余生林博士 Simon Dr. Simon Yu 他就经常到Stanford校园和一家来讲道 他在那时候就讲了约书亚的故事 约书亚的故事是什么 约书亚的故事就是 他的名字本来不叫约书亚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是嫩的儿子叫何西阿 何西阿 也就是说当是摩西给他改名 因为他后来跟随摩西 作为摩西的接班人 摩西给他改名说 你的名字叫约书亚 那约书亚的意思就是神拯救 也就是旧约的这个 希伯来的名字中间 对应希约希腊文的耶稣 所以我当时正好 我跟Janet 我跟那个赤在校园团记的时候 认识的时候 就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名字 我们就使用了这个名字 称我们的孩子为家属 那在这个 所以在一个名字中间 就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对这个孩子的期待 或者是他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 他来是为了什么 拯救 他是来 就像这个在马太福音中的 第一章说 天使跟那个约瑟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把他娶过来 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 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也就是耶稣在他未出生 以前就已经什么 天使就已经告诉约瑟 这是从圣灵怀孕 这是从神给他的名字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名字是一个期待 是一个提醒 名字在耶稣的身上 更加是上帝的应许的成就 耶稣就是那个千呼万唤 使出来的 那个以色列所盼望的 朝思暮想的 救赎他的百姓 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挟制的那一位 所以这就是 这个圣诞的 耶稣如果讲他的圣诞的护士 第一个喊羞 他说 从我来我就告诉你 我是为了死而来的 我是预备死亡而来的 那同样的我们要知道 这个死亡代表的是完全的拯救 因为在这个 刚才引用的希伯来书中间 他特别指出来一点 就是耶稣的死亡 跟世上所有人的死亡 是迥然不同的 因为他说 在旧约的时候 祭司是天天站着侍奉神 而且是多次献上同样的祭物 然而这些祭物永远不能除罪 我们在教会的老基督徒都知道 这些祭物特别重要的是 赎罪祭跟赎钱祭 那这些祭物 他们所带来的 就是让上帝的愤怒 暂时地平息 可是耶稣的死亡是什么 耶稣的死亡是 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一个献祭 就把以前所有献祭的 真正的价值 跟含义表明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当耶稣献完祭之后 你要知道 犹太的圣殿 过了三四十年 就什么 被摧毁 那个在圣殿中的献祭 永远不需要了 所以耶稣的献祭 就除去了 废掉了前面的所有献祭 为什么 因为他是那真正的献祭 所有旧约的 所杀的千千万万的 牛羊的血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上帝为了提醒 或者预备以色列人 来看认识耶稣的 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在圣诞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一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 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 那你知道吗 我觉得中国人 最喜欢的颜色 很可能跟我们这个 跟这个挪亚 在方舟出来的时候的 那个献祭有关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红色只有跟 他们没有那么复杂的 像今天这个化学软色 那时候什么 那个红色最重要的 主要的红色的来源是哪里 血 所以耶稣的这个献祭 这个死亡 是一个了不起的 是一个最根本的 这个Christmas 穿红色 非常好 所以弟兄 我今天也带了红色领带 牧师也带了红领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第二就是 耶稣的这个Christmas 圣诞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跟这红色有关 就是献祭 就是耶稣所附上的赎价 那你说这个献祭 为什么还要再思考 因为你注意到 在这个经文中间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当耶稣 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你注意到 他为什么不讲 耶稣来到世上 因为耶稣的名字是什么 当基督来到世上之后 才有的名字 在那以前呢 耶稣就 基督就已经存在了 他说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就说 那时我说 看那我来了 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个提醒 就是 耶稣来的时候 他知道 他是什么 他取了人的样式 也就是说 圣经给我们看见说 他说是基督来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基督显现 披带肉身 取了人的样式 以先 他已经存在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因为在约翰福音也说什么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 凡是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特别提出来说 刚才那段经文 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说 看哪 也就是说 他来之前 他已经说话了 所以什么意思 所以就是 当 圣诞的时候 我们看见 虽然圣诞的时候 是耶稣在历史上 成为人的样式的显现 但是神性的主 已经什么 在圣诞以先 就已经掌管历史 在这个降生以前 他就已经什么 已经是与神同在 并且享有上帝的荣耀 所以这里有一个 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 就是Charles Wesley的诗歌 他的诗歌说什么 他的诗歌说 怎能如此 向我这罪人 也能蒙主饱血救赎 因他罪过使我受苦 因他罪过 因我罪过 对不起 因我罪过使他受苦 因我罪过使他受死 最后这一句 你知道听起来有点不对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他说 奇异的爱 何能如此 我主我神 竟为我死 这是基督教所独有的信息 就是什么 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取了人的样式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影子 他不是一个做的一个虚假的投影 然后去死 不是 他是真真实实的成为婴儿的样式 并且有一个完全的生命 然后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可以 这首诗歌是确确实实的 只有基督教信仰告诉说 那一位造我们的上帝 居然虚极成了人的样式 并且死在历史之中 当然他的神性是不死的 但是他的人性 实在的死在十字架上 你说 怎么可以想象 既然神性跟人性 是合在一起的 怎么可以说 人性死了 神性不死 这是一个奥秘 奥秘不是自相矛盾 奥秘是什么 是圣经所启示 但是并不矛盾 只是我们无法理解 所以奇异的爱 怎能如此 耶稣的神人而性 也就是耶稣来之前 就已经告诉我们 他要来 基督来之前 就告诉我们 他要来 然后他在旧约 在历史 在这个旧约历史中间 启示我们 在时空已先 永恒之中 他就先存 而且呢 他的献祭 是能够除去 所有人的罪孽 那我们最后一个谈到的 就是为他可以求带赎 就是他的赎将 就是谁赔得起 这里有一个故事 是记载在 这个是被 有一位牧师叫 Harry Ironside 讲的一个故事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就是这个俄国的沙皇 尼古拉一世 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的朋友 有一个儿子 年轻人 成为了这个 因为父亲 跟这个沙皇的关系很好 就成为军营里收钱的 收银的 纳粹的 收这个掌管账目的 而这个年轻人呢 我们知道 虽然他有这个位子 但他没有这个什么 原则 他不太知道 这个钱是非常重要 而且这钱不是他的钱 他养成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赌博 那你知道这个赌博 这件事情就是 凡是赌博的人 都知道赌博不好 凡是赌博的人 也知道什么 大部分时候 赌长给你提供的所有福利 都是建立在你已经什么 投进去的钱之上 可是他们就 没有办法控制下来 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那这个年轻人 那也是一样的 他因为赌博 他就不是光把自己的钱花掉了 而且还是把什么 把他所管理的那个账库的钱 那些银两或者是 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 就是什么 就花掉了 那可是你知道 这些军营 他们都是要查账的 过了一段时间 就要来查账 那这个田庆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他把他的银库一打开 然后他把他的账本一对比 那就知道他差多少 他说这是我一辈子都还不了的钱 他说我已经输了这么多 所以他只好最后 他决定就要自杀 他就把他的这个账目 一一地记下来 说我欠了供多少钱 我想他可能记忆这个账目 就是写这个 写这个最后的自杀的宣言 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这个 不要最后让他子在复偿啊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他说我签这么多 他说最后他在他这个 这个自杀宣言中 他说agreed that who can pay 他说这么一大笔钱 谁赔得起啊 agreed that who can pay 然后他那天晚上 他又决定十二点 子时的时候什么 就一过他就拿枪把自己自杀 然后呢你知道 在人在非常绝望的时候 非常伤心的时候 甚至对自己 自己很失望的时候 就会很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 他就是一很累 他准备十二点把自杀 然后还时间还没到 所以他就居然昏昏沉沉睡过去了 而就在他睡过去的 还没有醒来的这段时间 是在军营里头 这个沙皇 这个尼古拉一世就来寻营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领袖啊 他会实时的来看这个军营的情况 然后他看见这个年轻人住的 就是他是出纳的地方 就亮着灯 他又进去看了一下 他一看这年轻人 就好像是我把他推荐过来的 然后呢他又注意到 这个年轻人手边写的这个辩条 和他这个旁边的枪 然后他就可以看到说 一看就知道 自己这个年轻人没有把握住 然后呢他就本来就想叫卫兵来 把他抓出去 他不一定要宰了他 因为他毕竟是好朋友的孩子 就是要把他就是 就要handle一下 可是他忽然看到 那个自杀信最后那个大字 A great debt who can pay 欠这么一大笔钱 谁赔得起 然后他内心就有一种 说不出的一种什么 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他就拿根笔过来 在那个问题下面 写了他自己的名字 Nikolas Nikolas 签了他的名字 Nikolas 他就走了 午时过去了将近 晚上12点 过得大概半个小时 或者什么一个小时的时候 这年轻人醒来了 一看时间已经过了 该是把自己毕掉的时候了 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写的这个 这个就是告别 一别信 多了一个签名 一看这个签名是Nikolas 你知道他是管银钱的 银钱都有这个 会看到沙皇的这个签名的 他一看 这好像就是沙皇的签名 他拿去拿了其他的账本来一对 真的是 所以他说 那肯定是我睡觉的时候 沙皇来过的 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情况 他签了他的名 是不是他会复复 会来帮我 帮我陪 结果 因为这个缘故 你知道 若是 不能不需要死的话 当然不死最好 结果他 在第二天 来查账人 来到之前 从皇宫里 沙皇什么 有人派来 把他缺的那个 亏空 刚好补上 这样那个账目 就可以清了 然后这个年轻人 就什么 从此至少 他知道这一次的 不必死了 但是后面后续 我们就不知道了 你要知道 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今天我们来 纪念主耶稣的圣诞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欠上帝的 那个公义的审判 我们负不起 耶稣来就 之所以取了人的样式 之所以要从 婴儿出生开始 从母妇开始 他就是来什么 就签这个字 说我来负这个代价 我来负这个代价 谁赔得起 没有人赔得起 主耶稣赔 神自己赔得起 第三 我们看到 在这一段经文中间 看到了 圣诞是一个喜乐的日子 你注意到 我们虽然读了 那个刚才读了 以赛亚书 五十三章 你看前面是 真的是苦哈哈的 对吧 但它最后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圣经那个五十三章 也说什么 他必看见后衣 他的年日 必得以长久 也就是说 所有的死亡 耶稣所经历的 所有的苦难 他最后都结局 是一个 欢喜快乐的时光 所以圣诞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要这么充满喜乐 因为你注意到 在整个耶稣来到世上 成就救恩 并且传扬福音的时候 他这里 在这个诗篇和西伯来书 都是这样说 他说 祭品和礼物 不是你所喜悦的 然后呢 他说我来 我是乐意遵循你的旨意 你注意到 基督来死亡 来救赎我们的时候 不仅仅是天父的差遣 也是他的乐意 他乐意来成就上帝的心意 举个不好的反面的例子 在旧约的西伯来 在旧约的这个出埃及记 有一个非常 你去读的话 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以色列人 刚刚被神用大能的绑币 从埃及拯救出来 拯救出来不到一个半月 出埃及后 第二个月十五日 以色列人怎么样 以色列人就因为要吃肉 要吃饱 就开始抱怨上帝所拣选的领袖 摩西跟亚文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怕埃及人 埃及是兵枪马装 要来追杀他们 这么兵枪马装的埃及人 被上帝就通过 尼罗河把他们都冲去了 不是 红海 红海 冲去了 这样伟大的上帝 一个月之后 他们见证了神的神迹 大能的拯救 一个月之后 就觉得什么 沙漠的食物不够丰盛 没有那个好酒好肉 他说巴不得 我们死在埃及才好 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他们敢跟上帝说这样的话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 保罗这样说 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有人发怨言的时候 就被什么 天使所灭 耶稣到世上来 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 痛苦 还有人的忧伤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也是充满着喜乐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唯一 能够尽心 尽意 尽力 尽性 爱上帝的人 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 他都是充满喜乐 去做的 所以你说 那怎么可以理解 他忧伤 痛哭的时候 也是充满喜乐 可以理解 因为他是有丰富情感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 这同样也是奥秘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样有时候我们也可以 些微地感受得到 如果我们所爱的人 虽然离去 但是他是与神同在的时候 你在你的忧伤中间 仍然是有那种属天的喜乐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来 主耶稣在地上 常常表现出 对人的信心的 他很关心人 他很爱人 他也忧伤 圣经说 他是忧伤之子 他是常常忧伤 但是他有一次表现出他的喜乐 而这个喜乐呢 跟旧约的这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 也就是圣诞节的喜乐是连在一起的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 就是耶稣说圣诞的目的 圣诞是一个喜乐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圣父喜悦圣子到世上来 为拯救人而来 所以刚才读的说 圣父不喜欢那些牛羊的血 而喜欢圣子疑似献上的救赎 同样呢 耶稣说 我喜悦来成就 我父啊我来了 我喜悦成就你的旨意 所以圣子喜悦遵行父的旨意 同样的 还有一个更奇妙的 就是圣灵启示 写下诗篇的圣灵 让我们今天来经历这件事 思考这些话语的圣灵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喜乐 也就是圣灵乐意我们 来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 之间充满的这个荣耀的喜乐 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我说在圣诞的时候 我们真正 为什么圣诞节应当喜乐 不仅仅对孩子们来说 圣诞节是交换礼物的时候 我知道教会有white elephant 我们今天教会也有white elephant 的exchange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喜乐是源于上帝 那个救赎 借着他儿子 然后用圣灵宝灰师 来成就的喜乐 三位一体真神的喜乐 才是所有喜乐的源头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圣诞节经常唱的诗歌 普世欢腾 因为我觉得这个普世欢腾 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更深层的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 所有受造之物 都应当欢喜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有疫情 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死亡 Omicron 这个variant 还会让很多人生病 但是我们还可以唱这首诗歌 为什么 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 然后呢 所有在他里面的人 都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 所以在这里说 普世欢腾 我有时候这首诗歌 我甚至不在圣诞节 也喜欢唱 这首诗歌非常美 它谈到说 所有的宇宙万物歌唱 因为圣经在 新约跟旧约都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就是在一个大合唱 就是唱上帝 在基督里所成就的这一切 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时候 因为基督 耶稣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是让我们喜乐的 因为他的喜乐 是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足的祷告 为什么 因为神是喜乐的 最后我们看基督的同在 你说 这个救主降生 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或者是我今天 仍然有许多的忧伤 许多的难处的时候 那我今天在圣诞的时候 我怎么可以来有这个喜乐 我怎么可以来说 基督的能力在这里 很简单答案 就是在主耶稣在这个诗篇中 他说什么 看那我来了 他的意思 那个我来了 你知道吗 虽然是在大卫的时候 所写的 但是他说的我来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当圣诞的时候 两千年前的时候 基督来了 今天基督有没有来 是不是来了以后 两千年还是不断来 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 是不断地来 I will always come 为什么 因为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 除了早期的 最早的使徒和门徒 见过基督 听过基督 摸过耶稣 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有谁摸过 听过耶稣 有谁摸过耶稣 我们今天怎么知道 他来了 圣灵 在这个世代 这个遥远的历史 跟我们之间最大的关系 就是因为在耶稣 升天之后到现在 圣灵不断地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故事的真实 圣灵不断地 使人重生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听见的是真实的 让我们知道 基督的救赎 是确实的 这是一个教会的秘密 也就是什么 公开的秘密 当人真正去相信 主的时候 圣灵会使我们经历 那个从神而来的 确据和确知 所以圣诞的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就问 当时的WTS的 这个 President 叫Edmond Conley 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年轻人 今天当你相信 主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会让你知道 这个圣诞故事的真实 那你说 圣灵让你相信 这个圣诞故事的真实 是不是就是 就是一个感动而已 绝对不是 因为在整个的历史中间 有许多人挑战 基督是不是活过 基督是不是真的死了 基督是不是真的复活 你会看到说 不论是考古学 不论是考证学 和历史文献 不论是教会内部的 就是圣经所启示的 还是圣经之外的 那个历史 都不断向 向人见证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显现 不仅是真实的显现 而且是什么 他复活的见证 是可考证的 是可查考的 他的存在 或者他的复活的见证 远远胜过世上 其他所有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 同时代的事情 好 所以当我们去来唱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 小伯利恒 这也是我建议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前面的时候 已经唱过了 因为这个小伯利恒 这首诗歌 他谈到的是什么 就是谈到救助降生 这件事情 圣诞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是可以 依旧经历的 就是我们从圣灵 和圣言的思考中间 来看到说 神的救恩 不仅仅是赐给 那与耶稣同时代的 亲眼见过 亲耳听过 亲手摸过的 使徒跟门徒 而且是在 当福音传到的 所有的地方的时候 不仅是我们讲中文的 还是讲英文的 还是讲阿拉伯文的 还是讲希腊文 每一个语言的时候 当福音传到的地方 的时候 神的灵 就会让人知道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是真实的 圣经说 保罗说什么 基督到世上来 是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十分可佩服的 因为他自己就经历了 这个神的拯救 所以小伯利恒这首诗歌 我很喜欢 因为他在这首诗歌中间 就告诉我们 基督到世上来 是什么 当世界充满罪恶 主将无人听闻 谁肯谦卑打开心门 主必进入其心 当然谦卑的 在这个事情上 寻找那个永恒不变的事情 终极的良善 终极的公义 终极的圣洁 超然的荣耀的时候 就必寻找他 所以后面他说 这一至圣婴孩 我们求你降临 除去我心 一切罪孽 降生在我心中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敬拜的弟兄姐妹 许许多多的 每一位从圣灵重生的人 都知道说什么 都知道说 虽然我们也没有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亲耳听过 但是接着神的话 和神的灵 我们知道 他真的可以 使我们重生 并且知道他的真实 所以总结一下 耶稣的圣诞故事 圣诞是有目的的 圣诞就指向他的死 他的代赎 他的所付的代价 他带到世上来的时候 只有他能付上这个代价 使所有信他的人 可以永远地得到永生 同时圣诞是喜乐的 这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时候 不论我们是怎么忧伤 但是我们也可以 与宙万物喜乐 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大事 同样 当我们谦卑地来到 神的话语之前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经历 圣善的同在 那你说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传扬基督的福音 因为这个福音是胜过罪 与胜过死亡的福音 福音所带来的是 那个伟大的盼望 逃离上帝最后公义的审判 而且呢 让人有经历上帝的同在 同样福音所带来的是 一个属天的喜乐 这个喜乐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超过我们今世 仍然会经历的 忧伤跟死亡的喜乐 我们仍然会经历忧伤跟死亡 但是那个喜乐 却是满意的 同样 福音 我们所传扬的福音 使人可以经历 圣灵的充满与同在 那是好的无比的 我们都有这个宝贝 在我们的瓦器之中 就知道这个有莫大的能力 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 求主 让我们在这个喜乐的 圣诞的季节 来传扬这个喜乐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你自己 接着旧约的经文 让我们显明 你是那一位早就知道 并且预言自己将要来的 你的降生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中间 再一次地提醒我们 你是何等地爱我们 并且为了成就父的旨意 所成就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父的心意得到满足 也让主信靠你的人 可以有永远的福分 主我们谢谢主你设立的教会 谢谢你借着七家 不断地在本地传扬福音 就求主你更多地 加添我们喜乐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将这福音 传给我们周围的人 也见证给他们 不断地让他们可以深深地 经历主你福音所带来的好处 也深深地知道主你是怎样 那一位信实的荣耀的 怜爱我们的救主 求主你的喜乐 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面对每一天 求主你自己圣诞的提醒 让我们可以充满着能力 去传扬福音 谢谢主 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 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